哈喽 又开始摘小苗了 这是小苗 因为它小苗生长 这个就不用纯土 不采用纯土摘 用土和苔藓摊着摘 因为我们房间里边现在还不是很热 这两天我们的气温刚回升 是今天26度 是指白天最高气温 实际晚上还是挺冷的 晚上还是挺冷 我用采用土和苔藓一半的方法 因为它栽的是个小苗 小苗为它一样它更好生根 还是采用一半对半 苔藓和土对半的 因为土 因为房间温度不高 我就是采用 先把这个浸湿 这都新浇湿的 它准备摘三颗 这个是绿熊 看这是绿熊 这是鲜桃 这是大辣椒 这都挺好 这个你到家不要浇水 为啥呢 因为你要是往那盆里浇 现在是盆小花大 因为你要是浇水呢 因为咱们房间里温度不是很高 我怕你浇多了 就腌着这个花 完了咱们这个土壮这不都进湿了吗 你十天之后再浇啊 十天之后再浇 怎么浇呢 也别浇满盆的湿啊 也别你看现在属于盆大花小啊 知道吧 盆大 因为小苗栽在大盆里头了 往来浇也不能浇 浇全湿 就浇到 那个啥 就是 下次浇的时候就 就浸到花根这 把花根浸湿就行 就是花根就这个部分 就这个部分啊 往浸湿就行 可以养了 对 就这么养就行了 这土还不够 有点缺点 你看我那儿有一袋土 给你添点 还有吗 没有 那没有再拿一袋 我再添点啊 那边有伞的吗 妈妈有伞的吧 没有 没有 我就给你问 我给你打开它添点吧 有 有 有 都打开了 那也够 来 来 给我扔给我吧 也够 好的 好的 伞的我就给你添上去就得了 你就不用再买了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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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见阳光啊 见阳光啊 完美把叶子晒上就可以啊 好了 别放在特别强的光下晒 但是必须见光啊 见光它长得才好 把土给你添好点 你就不用管了到家 你就让它长就得了 它黄了那叶子就是 那就是晒的 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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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贴水就烂了 拜拜 再见 喜欢啦 评论点赞加关注